三国演义中被诸葛亮嘲笑 偷袁术橘子的陆继 历史上他真的是如此不堪吗 零妖东汉末年 袁术占据淮南割据一方 很多地方官吏都依附于袁术 也包括卢江太守陆康 有一年 陆康到九江拜见袁术 陆康六岁的儿子陆继跟随 有幸见到了当时的实权人物 袁术见到陆继非常喜欢 便命人端上橘子给陆继品尝 陆继偷偷地将三个橘子 放到自己的口袋里 离去的时候给袁术叩头 怀中的橘子就都掉了出来 袁术和宾客们哈哈大笑 袁术说道 陆郎来我这里做客 还要揣着橘子走吗 陆继跪下叩头说道 准备带回去给母亲尝尝 袁术听了 脸色一下子严肃起来 对这个孩子的孝心惊讶不已 为这事 数十年后陆继被诸葛亮一顿嘲笑 当时刘备兵败荆州 被曹操数万大军尾随 诸葛亮奉命出使东吴 孙权安排一众谋士 先与诸葛亮辩论 其中便有陆继 小说中 陆继说道 曹操虽然写天子以领诸侯 却是向国曹参的后人 刘备虽说是中山晋王刘胜的后代 却是缺乏证据 当前只是知习犯据 无法与曹操抗衡 结果诸葛亮开口便嘲笑 这便是当年在袁术座下偷橘子的陆狼吗 一席话下来 诸葛亮自然是说的陆继无言以对 三国之记载 即年六岁 五九将建袁术 术出局 即还三枚 去 拜祠堕地 术卫曰 陆狼做宾客而怀俱呼 即贵达曰 欲归以母 术大齐之 由于小说的演绎 几千年来陆继 欲被人嘲笑 然而事实上 陆狼并非如此不堪 林二话说 孙策占据东吴之后 与袁树分庭抗礼 选择吴郡作为之所 十几岁的陆继 也投奔到孙策帐下 有一天 孙策召见文武大臣 商议如何 建功利益平定四害 孙策帐下张昭 张红 秦松是上宾 坐在孙策身边 三人都建议 应该用武力征服天下 大家都认同三人意见 并对征法的路径 和顺序争论不休 陆继当时还年轻 坐在众人的最末座 一直静静地听大家争论 在讨论的最后 陆继站起来大声喊道 当年管一吴 担任其国齐桓公的相国 九次会蒙诸侯 一直匡扶天下 用的可不是冰车 孔子也说 远处的人不服从 就修缮文采德行 让人臣服 如今大家都不讨论如何建立功德 让远处的人敬仰 而是崇尚武力 陆继虽然年轻 但是也听不下去了 听了陆继一番话 张昭等人惊讶的无言一对 三国志记载 孙策在无 张昭 张红 秦松为上宾 共论四海卫泰 须当用武之而平之 即年少莫作 姚大声言曰 西管一吴香气还功 酒和诸侯 一框天下 不用冰车 孔子曰 远人不服 则修文得以来之 经论者不悟道德怀取之术 而为尚武 即虽同盟 妾所未安也 朝等一焉 林三陆继从此少年成名 而且他的学识远超很多 比他年长的人 陆迅 张敦 补敬等人 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于藩是东吴的旧臣 庞统也是荆州的名士 两个人都比陆继大很多 但是都和他关系很好 孙策遇刺之后 孙权掌管江东政权 任用陆继为曹苑 因为坚守正道 所以很受大家的敬仰和信赖 后来周瑜去世 庞统携周瑜林就会到东吴 陆继同权从 顾少一起去吊丧 庞统被陆继的才华折服 主动与之结交为好友 庞统对陆继评价非常高 陆子可谓奴马有一族之力 也就是说 陆继是千里马 将来定能驰骋天下 后来孙权任命陆继为御林太寿 驾骗将军 统帅两千士兵 陆继有较急 而且志向在于智学 因此没有走势图 三国志记载 于藩就指名胜 庞统荆州令氏 您亦差长 皆与其友善 孙权统逝 辟为奏曹苑 已直到贱旦 出为御林太寿 驾骗将军 给编二千人 既既有辟急 又亦儒雅 飞弃至也 陆继后来有一段时间 陆继专注于军事 但仍努力地著书立说 陆继通晓天文立法 心力算术无不赦来 据说陆继写了一本魂天图 解释天文地理和玄学 流传于后世 陆继能预知自己的死期 还在自己的遗言中说道 大汉朝的知识陆继 自由 从小诗书里悦 后来奉命难争 不行遭遇厄运 真是可怜啊 陆继死前高喊 从今天开始 六十年后 天下车子走同样的路 写字用同样的书法 可以天下一统 可惜我是看不到了 三国志记载 虽有军事 诸数不废 做魂天图 诸一世旋 皆传巫事 欲自知亡日又约 从今已去 六十年之外 车同轨 书同文 恨不己见也 年三十二族 陆继英年早逝 三十二便去世了 他两儿一女也非常孝顺友爱 同族陆帽将他们养大 自小从不分离 到了元代 国居竟将陆继怀举的故事 编入二十四孝 才给他彻底平反了 于公子觉得 小说有时候也挺害人的 明明是一个大孝子 却被贬低得一文不值